词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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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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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清晨 厌雨黄昏 晴逝温柔 少年 戎装痴呈 新城 如梦 眼神温暖 堅定 慢笑扶捨 是一段風花 一直留下 默然揮手 冬天 雪花飄落的季節 你懷中卻似春天 花香鋪滿了時間 兩城耗盡如夏天 樹影遮住了眷戀 清醒與你在秋天 青春綿綿散落 一片片 情千間 超顏理滿多 euphor 淒霖 一片片片 台詞姆 十 actor osaur 在哪兒 你请的五行平安符 可呵护元神 平安吉祥 化解八字中的不利煞机 愿施主谨慎保管 平安快乐 谢谢师父 我不冷 放心 我会尽心尽力的 护你出去 你几乎我周全 不必投套报李 崔姐 这 是我侄子 你犯什么事情了 师伯 这个家伙 昨天在穆小姐为母守灵的时候 闯入法人寺 欲行非礼轻薄之事 你 她说她是慕夫人的人 是慕夫人 指使她这么做的 我 事关夫人名誉 我特意把人带来 交给慕公 方便盘问 你有毛病啊你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个法院寺啊 你怎么能干这种丧尽天良心收不如的事啊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你 你 狗东西 养条狗还不咬主人呢 光要审知 这狗东西交给你处置 要打要罚随便 跟穆家没关系 姑父 姑父 你觉得我怎么可能呢 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 我 我跟穆小姐就跟赖喊妈想吃甜鹅肉是一个道理 但是 我天宝没太说 她说 她说什么 她说 姑姑有意 要把穆小姐许配给我 然后 然后让我去法院寺相见相见 如果相中了 就可以把神秘煮成熟饭 我 交通 交通 不要 救命 姑姑 救命 你真的是婉婷没有被她说的 不是 她说的也真的吗 老爷 你觉得我可能说出这种话吗 去把婉婷叫来 快去 快去 婉婷 这构东西昨天潜入法院寺 企图强暴婉琴 她说是你让她去的 是吗 我 我没有 表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这样说 明明是你跟我说的呀 你说 你说姑姑 有意把穆小姐许配给我 让我去法院寺见她 若我相中了 我就可以 直接上了呀 你在说什么呀 爸 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我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 你就是这么说的呀 你专门去金楼找我的呀 崔医少爷 崔医少爷 把人放了 赶紧赶紧 快点 幕府的大小姐 我请表妹 行行行行 等啊 大小姐 行行行 要是要是要是 她看不出来 那些仆人全部都是证人 若不是你告诉我的 我怎么知道萧夫人出币 我怎么知道穆小姐手艳 我昨天确实在金楼赌场碰到了你 正好碰到你被伙计追债 所以我才帮你还了钱 表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啊 你跟我说 日本来的穆小姐抢了你的风头 让我收拾她 让我给你报仇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我没有 你说谎 你 老爷 都是我不好 我就是太惯着你了 给你惯坏了 说话做事蛮横无礼 口无拙拦 但她也是那种 刀子最斗服心的叨叨啊 她不可能做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你说 婉婷小姐指使你 还有证据 证据 还真有证据 就是那个支票 那个支票就是证据 支票 对 你 安天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我 我 你昨天 管我要支票来着 说你什么一个家里有困难的同学 你要帮他还债 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说实话呀你 你 爸 我昨天确实是碰到他了 可是我是看在你和我们家 占亲戴故的份上 怕你多了手指 叮我们沐家人的脸 所以我才帮了你 没有告诉妈妈 你这孩子 我听你好好说话 这是要出人命的 出人命的你知道吗 你好好说 你说那是报仇 那是报仇 我没有说话 我没有说话 无信的话 可以叫金楼渡场的伙计来对质 我就是帮你还钱的 文晴 这件事情是爸爸不好 考虑得不够周全 你应该派人和你一起去 当然 婉婷也有问题 要不是她乱咬蛇根子 也不会让这种无耻之徒 钻了空子 念 婉婷 无心之息 她也承认了错误 就原谅她 好吗 我 姐姐 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 我也是被那些人利用的 你就原谅我吧 好不好 好 一切都听爸爸的 闭门死过一个月 哪儿都不许去 妈 这次多亏了你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能不能做事 不要只顾眼前 不考虑后果呀 你知道这次多危险啊 我知道错了 以后做事情 不要敢去用事 什么事要跟我商量一下 只不过这回 便宜了那个小贱人 你招什么急啊 来日方长 会有机会的 我没想到 牧师伯会这么轻易 就接受那番解释 因为在爸爸心里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情 是婉婷做的 再纠缠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 牧师伯也真是 怎么就不会替你想一想 你也不用替我打抱不平 和当年哥哥死后 我爸爸马上就把 翠姨和婉婷接回家相比 就算得了什么呢 我明白了 这样的虎狼之家 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带着 我来想办法 进来 伯瑤兄 我来找你 我画的 我来找你 也不是因为方案的事 其实是有些其他的事 想请谭思琳行个方便 你有求于我 好 只要我能做到 我一定做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想请婉清 答应我的外文秘书 婉清也答应了 谭思琳这边没问题吧 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 我可以在商务印书馆 给你找一个通晓五国语言的秘书 这不是更合适吗 婉清精通日文英文 而且以牧家的关系 谭思琳以后 想和工部局打好交道的话 婉清也能帮上忙 也对 行 明天让牧小姐来上班吧 如果她一个人不行的话 我再给她找个帮手 我和婉清自小便认识 我很了解她 她分内的事一定会做好 我这就去告诉婉清 先替婉清 谢过谭思令了 不客气啊 认识早了不起啊 我嗯 vimos要 истор吗 够了 好 早啊 早啊 夫人 早 师伯走 好 早 来 坐下吃饭吧 睡得好吗 多吃点 等一下要上班了 好 老爷 喝粥呀 好 朋友 刚才谭司令来电话 想让婉婷去做 你的外文秘书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师伯 我跟谭司令说的 明明是让婉婷去的呀 谭司令说 婉婷为母亲守孝在身 加上绑架的事 觉得对不住婉婷 所以她觉得 还是让婉婷 去做你的外文秘书 免得大家尴尬 这个谭司令 还真是出尔反尔 光耀啊 其实 婉卿 婉婷 这两姊妹啊 做你的秘书 用谁都可以的 用得顺手就好呀 夫人 司令部的外文秘书 对英文 日文 包括国文 要求都非常高 婉婷现在 恐怕难以承认 光耀哥哥 我在上学的时候 学习是不怎么好 可是我现在已经很努力地赶上了 而且 你都不让我试试 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婉婷小姐 这是工作 不得儿媳 光耀啊 能可不知道 婉婷拥起功来哟 聪明得不得了啊 你呀 就给婉婷一个机会吧 光耀哥 既然婉婷想试 就让她去试试吧 反正我今天也累了 刚好休息一下 就是啊 婉卿 你看你这两天 脸色都不好了 自从从日本回来以后 被你母亲的事情 忙来忙去的 也太累了 正好我端了上好的血液 等炖好了 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 补一补 谢谢翠姨 不要客气 光耀哥哥 你多吃一点 一会儿 我们还要去上班呢 我吃饱了 你们慢用 爸爸妈妈 我也走了 我吃饱了 光耀哥哥 等我 光耀哥哥 光耀哥哥 你坐后面来吗 快吃 只要你肯帮我 我就给你一万打烊 两万 戴森 今天这茶有点淡 那我回头去看一下 换一个 三万 三万总行了吧 莫小姐 请吧 五万 我给你五万 坦塞 倒茶 司令 你这是要出去啊 nunca都入口自己 五万小姐来了 来 来 来 喂 今天不是第一天上班吗 怎么人没来啊 少装算了 我有话问你 老地方见 好 好 临门一脚的时候 还被人截了狐 你妹妹这么做 真的太过分了 别演戏了 你知不知道当这个秘书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我当然知道 在司令部当秘书 你在穆家的地位 就完全不一样了 知道你还这样 是不是穆婉婷给你钱了 不错 还真被你猜中了 但是你妹妹出手 真的大方 我无法拒绝 谭司令 当初是你费尽心思 要与我合作 还和我约法三章 这第一条 就是互相信任 一致对外 没想到现在 为了这点小钱 就忘恩负义 这哪儿是小钱哪 五万大样啊 不拿白不拿呀 为母亲守灵的那一次 我还以为 你是个可靠的盟友 没想到你这么快 就忘恩负义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后我们 各走各的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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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ence任务 先把那两份文件翻译一下 乖啊 格格 你看 这份日文的我看了半天 就只看懂了一句 还有这个英文的 我怎么也没看懂 要不然这样吧 你来考树 我记录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这边还有很多文件 今天实在没时间 不会你就查字典吧 婉婷小姐 欢迎欢迎啊 你的到来让我们这司令部 蓬毕生辉啊 我代表司令部全体老爷们 对你表示热烈欢迎 这欢迎呢归欢迎 不过我可说好了啊 我可是光耀哥哥的秘书 可不归你们实话 好 既然唐司令这么欢迎婉婷小姐 那你们先聊 我有事要先走了 怎么我一来你就走啊 光耀哥哥 那我这份文件怎么办 我看看 我看看 这个确实难翻译啊 我早说啊 让他从那个商务印书馆 找一个翻译来 他 太不懂得怜香气玉了 这样吧 你呀 好好查字典 有什么事啊 随时叫吧 徐都办 这是我们司令让我交给您的 什么意思 这是顾月双小姐的电影首映礼 她希望您和穆婉婷小姐 可以一起参加 你们司令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们司令让我转达您 她答应您的事一定会办到 只是对于女人不能硬碰硬 要明修战道暗赌陈仓 你们司令果然是神经百战 你们司令果然是神经百战 我早说啊 让她从那个商务印书馆 找一个翻译 她 太不懂得怜香气玉了 明修有STR 发现侧英协龙 暗赌天 看到什么 好 有您感觉 真的充 size 对 那是您才能晃啊 这个状态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是顾月双主演的电影发布会 谭司令给了我两张票 我想请你一起去看 这个谭选林到底在搞什么 怎么 你不想去吗 没有啊 我也是顾月双的影迷 很喜欢看她的电影 小爷 小爷 白人小爷了 是魏先生吗 商务印书馆的 对对对 小姐 是你在找翻译吗 你英文日文应该都可以吧 是的 我跟你讲啊 你要是翻译好了 我可以给你双倍加减 而且这活天天都有 好 那小姐 我是在这里面上班吗 你一会儿翻译好了 再送过来 两个小时之后 你到楼下 我下来取 给 走 站住 干什么的呀 我是来取文件的 取什么文件的 来看看 你们干什么 你干什么 老公 别动 你们干什么 私自将保密文件外传 这是要上今日法庭的 这是你们徐都办让我翻译的 他是我找来帮忙的 我可是你们徐都办的秘书 我们现在需要关你禁闭 一切都等徐都办回来再说 我可是你们徐都办的未婚妻 到底是徐都办的秘书还是未婚妻啊 未婚妻兼秘书 明白了吗 明白 随君太太是吧 无说什么呢 你们两个 现在就把公安哥哥叫回来 找他当面问清楚 对不起 徐都办不在 我们联系不上他 你们二位 还是先跟我们走一趟吧 走 走 快走 快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徐都办案 板卿小姐 顾小姐 芯片上映 恭喜恭喜 谢谢徐都办 谭司令 谢谢你的电影票 小事 不足怪事 光耀阁 那我们就先进去吧 走吧 请 等我 你好 好 谢谢 一号进贵宾夕 两位是情侣座 请 谢谢啊 行 谁给他们安排的情侣座 我啊 好人做到底嘛 今天是我新地影发布 给你笑一笑笑一下 赌小姐 赌小姐 看这里 赌小姐 看这里 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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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少帅 赌少帅 谭司令也在 苏公子总是不请自来啊 顾小姐的新片上映 我这个影迷 可是一直都关注着 这专程和老赔一到 过来捧场 顾小姐 不会不欢迎吧 欢迎 当然欢迎 来 给苏少帅和赌少帅 一个情侣座 走吧 走 走 请 请 请你坐 顾小姐好漂亮啊 是 你之前看过她的电影吗 没有 小叔叔 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 故意捉弄苏公子 没有 演得还不错 是啊 挺好看的 你好好看电影行不行 我去一下洗手间 去一下洗手间 走 老北 兄弟 我对不住了啊 这次我得重色亲友一回了 租公子 这里有人了 现在不是没人吗 我说两句话就走 都说了各走各的道 你拦着我干吗 今天 你掉了 我给捡到了 我都说了不要了 就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你跟我吵完架 就把他给扔了 心情不好扔着玩呗 你不会是给我下了什么皱纹吧 小人之心 我捡到了 就算是我的了 我要回去研究一下 等知道了是什么再跟你算账 不可理喻 我比他差得远 乱家势 乱才华 乱相貌 他哪一点比我强啊 苏公子 我和你真的不熟 请你走吧 这次又叫做什么花样 我没有 我发誓 我这次绝对没有骗你 我来 就是想送你一份礼物 好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起开点 有言不尽 这顾约说 绝对是我情场上的 画铁路 看了人家那么多的电影 一点成绩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的 老裴 我真的受伤了 你快安慰我一下 快 小姐 我今天继你这活 真是倒了八辈子美了 你说那保密文件 你敢找外人来翻 那你不要命 我还要命呢 那盖的拙还没有 纸结盖大呢 谁看得见啊 再说了 我要早知道那是保密文件 我能找你吗 可不起了吧 反正一会儿你长官来了 你得把事情说清楚 可别连累我上军事法庭 什么长官 那是我未婚夫 你等着瞧吧 等一会儿官傲哥哥来呀 肯定替我好好收拾收拾 那两个没眼色的大头饼 可是天估计已经都黑了呀 你未婚夫怎么还不回来呀 来人啊 来人啊 我要见官傲哥哥 有人吗 喊什么喊 说了许多半不在 回去带着 你还敢凶啊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来拿好啊 谢谢 先生 给太太买一枝花吧 买一枝花一块钱 好啊 我要这枝好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怎么能叫太太呢 应该叫姐姐 小朋友啊 你还挺懂做生意的吗 来 这花啊 叔叔都要了 送给你 谢谢小叔叔 来 给你钱 不用找 局都办的那份我也给 谢谢叔叔 去吧 好啊 谭司令 这是花团锦簇 我这是一枝独秀 倒也挺应景 要么说徐都半是文汉人 我是个粗人 不会说什么漂亮话 但是我只知道 美女喜欢的东西 自然多多益善了 看来谭司令是不知道 热水三千只取一瓢瓶的道理 光耀哥 谢谢你的画 我很喜欢 既然这样 那就不打二二位了 我先告辞了 明天司令不紧 我先告辞了 真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光耀哥哥 万婷小姐 真是抱歉 手下不懂事 永远不是泰山 让你受委屈了 就是的 你那两个士兵也太不懂事了 二话不说就把我关在里面 谭司令 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兵 管 必须得管 你听 听见了吗 这给你出气呢 行吧 不过 怎么是你来了 万二哥哥呢 哦 你说徐杜版的 他好像是去陪婉卿小姐 一起去看电影首映了 这个时候 应该电影结束了 什么 看电影 你不知道吗 婉卿小姐是顾月霜的影迷 所以光耀兄呢 就跟我要了两张贵宾票 好像还是情侣做的 婉卿小姐 古猪尔 cheating 你也请回吧 今天的事情 别跟任何人说 可以了 晚上还要盖呢 是 弄也是 军事机密不能外泄 能 那能 不懂的呀 妈 我在那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 连中午饭都没吃啥 可人家那个小贱人 拉着光耀哥哥去看什么电影首映 何止我干了一整天 倒为他人做嫁衣了 我图什么呀我 你还怪别人哪 是你自己做事情不过脑子呀 请 弄用干什么呀 你 你是要找慕婉婷打架吗 弄脑子不灵光搞砸了事情 你想让徐光耀看笑话呀 妈 凭什么我干了一整天皇还被关禁闭 他们倒能花钱约下 我不干了 什么秘书 什么司令部 我再也不去了 弄不去也好 不去也好 上班第一天就搞出个军事机密万谢的错误 这时间要长点啊 弄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这要是让徐渡君知道了 弄哪能还有个好形象呀 那要是让那个小家人去 岂不是便宜了他天天喝光耀哥哥待在一起 此令部也是军事机关 他也是去当秘书的 要干活的呀 弄以为他是约会呀 算了算了算了不去了 你说你 你做事情搞灵不清 五万大洋呀 就买来你去司令部上班一天 白白打了水漂呀 行吧 我的秘书小姐 遵命 长官大人 哎呀 晚庆小姐 欢迎欢迎啊 以后还请谭司令多指教 指教谈不上 这都办大人钦点的秘书 那自然是要关照的 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 这可是晚庭小姐都没有的待遇 走 我带你去看看 泪花成雨漫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场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并走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余晖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 这纷纷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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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 一眼就见到你 那场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并走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余晖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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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